聯準會暗示升息還沒結束 但是市場卻走出了翻多形態 到底市場是真的要翻轉了嗎 還是只是彈劃線的逃命波呢 升息的邏輯是對付通膨 這個沒有問題 可是通膨數據晃慢不降息的 降息不是因為通膨數據晃慢 利率倒過已經半年多了 現在金融部門是有壓力在累積 今天我們就找來經濟學家吳嘉隆 不只要破解聯準會的政策邏輯 更加碼警告金融危機一定會出現 一起來聽聽他的說法 路易政 上一次自從吳老師來之後 跟我們分析之後 你有沒有覺得自己受益良多 有 而且你知道我收到的私訊跟訊息 都是跟吳老師有關的 我以為他們是來就是跟我們兩個講話 就不是都說你們請到吳老師才太厲害了 是 所以今年你看 在來到了2023年之後 我們還是要請教 就是教授 就是因為FED在2月的時候 他就要再度升息 對 在升息之後 就市場有兩種不同的解讀 音派有歌派的說法 但是我們真正想知道的是 吳老師你怎麼看 聯準會在2月1號有個利率會議 然後呢2月7號 這個主席鮑爾 去華盛頓經濟俱樂部給一個演講 就是給一個採訪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採訪 應該是刻意安排的 就是聯準會主席有話說 對市場有話說 因為他們覺得市場誤解了聯準會的訊息 這樣子的話 華爾街跟聯準會解讀不一致的話 會增加貨幣政策的難度 所以主席要出來假裝接受採訪 然後釋放訊息 也就是說我把它簡單講 描述為聯準會對華爾街潑冷水 因為華爾街認為升息已經接近尾聲 第一點 第二點下半年應該會降息 有的人說會降兩次 有的人會甚至於說 四次利率會議每一次都會降息 可是聯準會一直說 今年不降息 這不就矛盾了嗎 對啊 所以我覺得現在大家看到的是 華爾街就是金融市場 跟聯準會在對著幹 這個非常罕見 所以才值得說我們做進一步的觀察跟解讀 我們現在看 聯準會給華爾街上課 第一個物價指數有三個內容 對 原物料大概15%到20% 住房或者租金成本 大約佔25%到30%左右 然後住房或者租金之外的服務 叫做核心服務 佔百分之50%到55%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這三個成分出來之後 比重也出來之後 現在開始來解讀 聯準會承認通膨數據確實有放賣 為什麼 原物料 原物料有放賣 油價那個都有放賣 油價 銅價 小麥 玉米 那個金屬這些的確有拉回 這個部分聯準會承認 第二個呢 住房的部分是這樣 房地產行情 傳遞到租金 這個有時差大概一年左右 那聯準會說 房地產行情已經翻轉向下 在去年下半年大概第三季左右 所以估計到今年的話 可能第二季之後 下半年大概也會看到租金 跟著翻轉向下 最後的服務的部分 比如說醫療 娛樂 旅遊 運輸 餐飲 這些都是服務 服務 聯準會說根本沒有看到降下來 所以聯準會的重點就是說 在這個通膨 就服務通膨這邊 對 他講服務通膨 講出Service Inflation 他講的不是原物料通膨 原物料通膨有降下來 但是只占20% 那就這個來說 因為去年大家最關心的其實 就是CPI的指數 那今年已經2023年了 有什麼關鍵的數據 就像是去年我們這樣 這麼關心 我這邊還要再講一下 就是第一個 原物料的部分捲土重來 再來的話 住房的部分剛剛講 因為租金的部分 因為需求是轉過來 從買商辦 買房變成租 所以租金還不見得能夠下來 要確認 然後服務通膨沒有下來 我們看數據的話 第一個 服務業的主要成本不是原物料 是人工 所以勞動的薪資成長率很重要 打通膨 就是打服務通膨 一定要看到薪資成長率降下來 目前的薪資成長率 它的門檻 是3.5%到4%這個區間 如果薪資成長超過4%的話 它會推動通膨 所以要對付通膨的話 要把薪資成長率降到3.5%以下 3.5%以下 目前是升到4.7% 4.8% 5.1% 現在回到大概4.7% 4.4% 還是過4% 那只要薪資成長率在4%以上的話 它會穩穩的推動通膨 所以聯準會是純心要提高利率到失業上升 失業上升才能夠壓下薪資成長 所以聯準會給的經濟預測 本來是預測今年年底 失業率會從去年的3.5%升到4.6% 結果現在最新的數據是 從3.5%降到3.4% 對 這麼強的就業市場 不可能打通膨 薪資成長有兩個動力 一個是勞工要求補償彌補通膨損失加薪 第二個是企業要填補職缺 主動加薪來搶人 所以就所謂的人事成本就對了 對 就這個意思 所以現在這個就業市場那麼強 事業率下降 然後輝農就業人數又暴增的話 根本沒辦法打通膨 所以聯準會現在很苦惱在這裡 所以老師你在看 就是說既然聯準會它的目標 因為之前上次來講 就是說聯準會最重要的商品就是美元 它要維持美元的價值 它就必須要對抗通膨 所以大家一直在想就是說 那對抗通膨的終點會落在哪裡 我們用利率來看的話 你講得很好 就是說現在華爾街跟聯準會 雙方都在預估通膨數據怎麼走 對 那聯準會覺得通膨數據 這個放慢下來的話 一定要得到確認 我們上次講 聯準會看通膨數據是看 中期趨勢不是看短期波動 那原物料短期波動很高 所以我們現在看的是服務 服務的話沒有降下來 聯準會一直講 服務通膨沒有放慢 好現在我們看 利率高點的判斷 一定要用一個概念叫做實質利率 就是利率扣掉通膨之後 你實際上拿到的利息 然後我們現在拿聯準會所決定的利率 叫做聯邦資金利率 然後他來減掉CPI 拿CPI來做物價的例子 所以這個圖是聯準會的官方數據 藍色的線就是代表聯邦資金利率 減掉CPI之後的數據 好那麼這個黑線是0 表示利率高於通膨率 好你現在看大通膨時代 80年代初期 82年到92年這邊 整個期間都是藍線高於0 對 表示這個是利率超過通膨率 我們目前是利率還低於通膨率 所以你看這個長達10年的時間 之後也是在談起來 大部分的時候利率要高於通膨率 那我們現在是利率還低於通膨率 還在落後追趕 所以還沒到生息尾聲 然後聯準會一直想生息尾聲 生息尾聲 然後大家可以去買美國公債 可以承接美股 因為他們受傷他們要找接盤俠 我上次大概有這麼說 好現在我們看利率高點的問題就是 首先聯邦資金利率要超過通膨率 好上一次是怎樣 上一次你看超過的幅度 5.0到7.5% 5.0到7.5% 後來降到2.5到5.0% 2.5到5.0% 後來降到0到2.5% 花10年的時間 所以我說這一次 如果聯邦資金利率超過通膨率 兩個百分點 然後就把通膨打下來 那成績已經很好 我告訴你 如果CPI現在在降嘛 那如果從6降到5好不好 降到5 然後你加兩個百分點 就是聯邦資金利率要到7% 7% 那如果聯準會看的那個PCE 假定降到4% 那你加兩個百分點的話 也大概是6%附近 對 所以大概6是少不了 6是少不了 因為你對抗通膨要有足夠的限制性 就是貨幣政策要足夠的緊縮 足夠的收縮 把失業率推高 把工資增長率降下來 這一定要的 現在還 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聯準會就講 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對 老師只是你剛剛一開始也有講到 就是其實市場是覺得 上到高點之後會降息 但是FED出來 暗示說不會降息 這個矛盾的訊息 老師剛剛解讀到一半 現在的問題就是 聯準會說今年不會降息 可是呢 華爾街說今年會降息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這樣子 灰色的地帶是實體經濟的衰退 然後在這個之前已經降息 在這個之前已經降息 在衰退之前已經降息 連這個也都是 每一次沒有例外 在實體經濟衰退之前 聯準會已經降息 所以它不是因為經濟衰退來了 它降息了 它因為別的事情 讓它有理由降息 別的事情什麼 就是金融部門出狀況 金融部門出狀況的話 聯準會為了維持金融穩定 為了避免金融系統性風險 它開始降息 甚至於量化寬鬆 它要穩住金融 然後後來我們發現 金融部門出的狀況 沒辦法阻止實體經濟滑入衰退 所以是這樣子 升息的邏輯是對付通膨 這個沒有問題 對 可是通膨數據晃慢不降息的 降息不是因為通膨數據晃慢 降息是因為金融部門 我們出狀況 所以你看量化寬鬆 2000年那一次 因為納斯達克的泡沫破掉 網路泡沫破掉 所以降息 這個01年1月開始降息 對 那07年降息 雷曼兄弟是08年 08年9月15號 然後呢 可是07年還就開始降息 為什麼 因為次貸風暴 次貸風暴上到哪一家 貝爾斯登 貝爾斯登兩支避險經濟爆掉 出狀況嘛 金融部門出狀況 包括股市暴跌 泡沫破掉 也包括金融機構 破產 影響到很多的金融機構 可能會形成系統性風險 所以它降息 那個時候 降息的時候還沒有衰退 大家剛才已經看到 所以降息的邏輯是 追求金融穩定 升息的邏輯是 對抗通膨 這是兩套不同邏輯 所以現在金融市場 就好像假裝沒看到服務通膨 這個就業市場還很強勁 通膨還沒有辦法真的打下來 然後呢 假裝沒看 其實啊 那個金融出狀況 有一個指標 就是利率倒掛 利率倒掛 就是說金融部門已經出問題 已經扭曲 已經緊張 然後一直在累積累積累積 累積到最後出狀況了 比如說貝爾斯登的那個 避險基金爆掉了 還是納斯達克泡沫破掉了 爆跌了 出狀況了以後連準會降起 是 好現在我們看下一個圖 是這樣 在那個衰退之前 我們都看到這個 叫做十年期減掉兩年期的 那個殖利率差距 叫做利差 長短利差 長短利差照理說長期利率 應該比短期利率高 因為承擔的風險比較多 可是你看這個是 橫線是0 你看這個變成說 變成利率倒掛 就是 紅線如果跌破0的話 就是說長短利率 比短短利率還要低 這叫利率倒掛 你會發現 衰退之前出現利率倒掛 這一次衰退之前出現利率倒掛 這個衰退之前出現利率倒掛 所以有人就把利率倒掛 長短利差的倒掛 當作 經濟衰退的領先指標 表面上沒有錯 但是他們沒有真正理解這個行李 我利用這個節目來說明一下 注意看喔 在經濟衰退之前 其實利率倒掛已經結束 經濟衰退之前已經拉起來 V型反轉已經拉起來 所以利率倒掛是發生在經濟衰退之前沒有錯 可是在經濟進入衰退之前其實已經拉起來 已經拉起來 為什麼 因為聯準會降息 整個過程是這樣 我們現在看這個 第一個 升息升到利率出現倒掛 利率倒掛是在升息期間 升息升到利率倒掛 因為升息其實已經升過頭 聯準會不知道 升過頭以後 金融部門受到扭曲緊張壓力 開始出現利率倒掛 利率倒掛是不正常 這個利率倒掛逼出降息 出事情了嘛 降息的結果 短端利率馬上被聯準會降下來 因為短端的國付券或者公債的利率 跟聯準會利率替代性高 比較敏感 所以一降息就把短端利率拉下來 長短利差就被逆轉 所以你看 衰退之前利率倒掛已經消除 衰退之前利率倒掛已經拉起來 因為降息 降息的結果 消除了利率倒掛 可是呢 金融部門的狀況 並沒有因為降息 而消除掉 對 它讓實體經濟滑入衰退 所以利率倒掛雖然已經消除 但是金融部門出狀況 無法阻止實體經濟陷入衰退 對 整個邏輯是這樣子 一二三四 所以你現在看出來 我抽這兩個來當代表 其實模式全部一樣 所以如果按照這個邏輯來看的話 目前已經出現了利率倒掛 對 利率倒掛要累積一陣子 持續一陣子 然後終於有些金融機構撐不住了 爆發事件 這一次是這樣 為什麼它升息速度放慢 因為 英國退休基金白康 瑞士信貸白康 去年下半年 對 10月嘛 我告訴你很多人不知道 瑞士銀行 中央銀行 為了撐住瑞士信貸這個問題 去年10月 三次向美國聯準會做貨幣付換協定 履行貨幣付換 就是跟聯準會借錢 所以看起來就是2023年金融風暴 這個發生的危機發生的繼續蠻高的對不對 那聯準會看到這個以後就降息 那時候實體經濟還沒有衰退 所以我們現在的利率倒掛 預告 現在金融部門是有壓力在累積 就好像你吃壞了肚子 你不會馬上拉肚子 就跟地震帶在蓄積能量一樣 對不對 它在蓄積那個爆發的能量 所以我們吃壞了肚子 最後還是得上這種 把壓力釋放嘛 對 老師那這個概念 我們現在已經懂了 如果要操作的話 老師你上次來節目上面分析 有時候建議我們換美元 可是你去看美元指數 它是從去年Q4就開始跌 所以現在是不是這個實際上看起來 美元多頭的時期結束了 我們現在看美元是這樣 美元指數最主要的決定變數是什麼 是美德利差 美德利差的話你現在看 從11月到現在降下來 就是美德利差走低 所以美元指數走低 其實表示說 美國這邊哪怕都不動 主要是因為歐洲在落後追趕升息 日元也宣稱要放寬波動區間 十年級公債波動區間 那這個美德利差是指 美國十年級公債殖利率 減去德國十年級公債殖利率 這個殖利率的差距 叫做美德利差 那這個美德利差引導國際資金移動 美德利差走高 大家去追逐美元 美德利差走低 大家就回去報歐元 你看美德利差走低 呼應著那個 剛才美元指數走低 完全混合 那這是主要因素 利差是主要因素 結構性因素 另外還有其他因素 什麼呢 就避險 如果有風險事件發生 你要避險的話 你是擁抱避險資產的首選 叫做美元 對 所以如果沒有風險事件的話 一般來說 資金移動決定匯率 資金移動主要的驅動力量是 跨國利差 那因為美元指數的主要成分是歐元 所以我們歐洲的部分 我們就抓美國跟德國的十年級公債的差距 叫做美德利差 那結果發現很穩合 美元指數跌下來 從11月開始 11月之前到9月那個 9月10月10月是盤整 後面跌從11月開始 你看美德利差也是這樣 從11月初這樣開始跌下來 對 因為其實這樣 這個就要回歸到台灣這邊 因為台灣其實 現在台幣的匯率很強 所以大家都在想說 那我們應該這個時候來買美元嗎 那其實上一波 有很多人套在美元 那老師你怎麼看 其實可以利用美元的拉回 來加碼 來增加你的部位 為什麼呢 因為美元其實還沒有真的結束 多頭行情 第一個嘛 我們講惡物戰爭如果惡化的話 美元可能避險工具 對 然後第二個的話 你會看出來 這個美元下跌 照理說房金漲 可是房金漲也不怎麼樣 對 然後再來的話你看 將來還有可能實體經濟陷入衰退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金融部門的壓力 再累積累積 對 將來的話金融部領域出狀況 最後又帶出實體經濟衰退 我講的這個比較中長期 短期內的話 華爾街主導行情 華爾街在跟聯準會有矛盾 有不同看法 所以如果你做短期的話 你要面對很多震盪的話 那華爾街的這個立場 就跟聯準會不一樣對不對 你可能要參考一下 那我講了很多分析 比較偏中長期 因為我說如果金融部門出狀況 聯準會會降息 現在還沒有嘛 現在已經利率倒掛 從去年7月開始 利率倒掛已經半年多了 那通常利率倒掛到出事情 有可能半年一年嘛 那金融部門出事情以後 到實體經濟滑入衰退 可能又半年一年嘛 所以我們06年6月 升息升到5.25% 07年隔年7月 暑假期間 被有市政出市嘛 然後聯準會降息 隔年08年的9月15號 才雷曼兄弟爆掉嘛 所以這個升息停下來之後 到金融出狀況 還要有一點時差嘛 那金融出狀況 再帶出實體經濟衰退 又有一段時差嘛 所以我講的是說 如果後面有金融部門出事情 實體經濟又衰退的話 那對美元來講 應該會有支撐對不對 避險需求什麼的 那目前短期看到的是 因為歐洲在升息縮短美歐利差 所以美元指數拉回 是這樣而已 那所以比較短期嘛 大概現在已經從100邊上拉到103 那可見喔 美元的賣壓已經宣洩得差不多 你可以利用這個時間 增加一些美元持有 也可以賭一把就是說 賭中長期美元還有行情 那如果你不相信這個的話 那你趕快獲利了結 是這樣子 老師那我們知道就是 公債是跟利率聯動的嘛 那現在很多人都覺得說 生息可能到了尾生 所以現在這個時間年 其實很適合購買公債 老師你同意這樣的說法嗎 部分同意是這樣子 如果你那個資金 是定存概念的資金 就是你的資金有其他用途的都用了 有一部分資金是原來想買定存的 那定存利率太低對不對 你可以去買美國公債 存心賺它的報酬率 支利率 那當然比定存好 那你唯一的風險就是到時候費差 那如果你費率又賺 兩頭賺 利差也賺 費率也賺 那當然很好 所以這個是指定存概念 可是你的資金並不都是要買定存的 你有些資金想買房地產 有些資金想做消費旅遊 或者有些資金想要去買風險資產 這些都不算 如果你有一些資金想要去買定存 想要放到一邊去的 那你說不定可以買台積電賺股息 可是現在台積電的股息 好像也比美國公債的報酬率還低對不對 那你可以存心賺美國公債的報酬率 你的唯一風險就是費率波動 是這樣而已 所以如果你覺得你不擔心費率波動的話 甚至你還覺得美元 有可能再繼續走強的話對不對 那你兩頭賺 是這個理由讓我贊成買公債的部分 但是如果情況不是這樣的話 那你風險要有心理準備 是 每一次聽完這個吳教授跟我們分享 這個很宏大的總經的觀念 就讓我們更了解 而且還要像好好思考這樣 謝謝老師 謝謝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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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